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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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说卧槽 我说这太太平洋自己了 他的声音 根据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先得让小丽说说 对于Mary J就是造型 我觉得这是典型 比较经典的黑人女明星的一个经典 她们头发肯定是假发 假的大金发 然后不管是棕的还是说金的 然后两个大的hoop earrings 也是他们的一个怎么说代表的一个东西 你去夜店玩的时候 原来有过类似这种造型吗 直接穿body suit 不是就是类似这种吧 body suit肯定在北京没法直接穿 因为它会露着屁股 这个肯定没法直接穿 但是有类似的那种 几年前1516年 必须就是打hoop earrings 就是必备的那种 就必须也带一大盘环 金的或者钻的什么 就得这么带 就像咱说必须带一样钻水耳钉一样 就必须带那么一个出去的那种感觉 不这个我 其实这个是中间让我一下子 从一个特高点的一个东西 哎 有点荡下来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她也会荡下来 首先我很公平客观的去说 说Merry G那是 欧美RMB界流行天后界 活到现在最大 辈分最高 也是拿脚或是无数的 就是 大姐大 大姐大 那这个无话可说 刚刚她唱的第一首歌 也是所有夜店播放率最高的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她一出现的时候 我感觉就跟整个她们那几个出来 那几个非常硬汉 不和谐 对 我觉得 我又觉得 我在外网也看到 对 我觉得有点尬 我就一下子就跟整个的 就这种气氛 我觉得就是 有点脱节了 我看外网之前 有一个就是做reaction的 一个男播主 跟你的反应是一模一样 觉得她是一个 应该是 全部都是hiphop的 一个主题的一个秀 但是突然出了 就是几首RMB的歌 会觉得很不 就有点 把这整个的这个演出给 对 本来是 到最后推到一个最高点 一下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演出 既然已经有五个人了 肯定得出现一个女生形象 不可能说全男生 这个也许啊 不少年龄稍大的男士 经常去玩 在那个年代经常去玩的人 可能就是还有印象 比方说十点钟开场 开始DJ上来 把连盘换成打歌 放音乐 像the next episode California Love 那都是高潮 高潮都是才能打 哪个DJ上来 要是就跟小孩一样 你是个workie 你上来十一点多 把California Love给拽了 或者把next episode拽了 老DJ大哥和主管上来就说 就是几点啊 你就给我拽了 人事下来了 你到十二点到一点 放什么 对 但是我觉得你说的就是说 像以前DJ说 你先放了这首歌 后边十二点你放什么 可能那个时候 规矩说你不能老重复放这首歌 但现在可不是这样 现在这个年代不管 现在的一些地铁店放那种所谓hiphop流行音乐 当然他们主打什么的歌是知道的 Trap 就流行吧 就pop吧 流行吧 就是流行吧 我跟你说啊 咱说美国的 放Jackson Beaver 韩国的放Black Pink 韩国的放Black Pink 还有G-Dragon 对G-Dragon G-Dragon那肯定就不用说了 那G-Dragon只要一放出来 所有的只要染黄色头发的女孩啊 就已经这样了 中国放谁的歌 Hair Brothers 开着邻居家的Toyota G-Dragon是乐 Mase 对 RMBO9 都全是这样的歌 完全是 就是这种 基本上火的夜店 它都会放这样的音乐 可能真是越大的夜店 越没办法 你商业 你都得全都兼顾到 现在美国B-O-Pama 就近半年之内 最火的歌 你都得给人放了 人家过来消费 图一乐呵 对吧 对 在这方面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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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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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All's my life by is to fight All's my life by Hard times like y'all Bad trips like y'all Nazareth I'm on one You on one God God does We gonna be al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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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you hear me?Do you hear me?We gonna be alright And when I wake up I recognize you're looking at me for the pay stub But I'ma stop it looking at you from the face down Make a left and leave your board with the face down Let me tell you about my life Painkillers only put me in the twilight But pretty, uh, uh, it's the highlight Now tell my mama I love her but there's my God like, Lord, no Put it up with me my champagne Tell them all to come and get me reaping everything I sold Correct call me heaven Don't put them in every ear to my rubber Tell them I'ma chase them silent for the record Tell the world I think I won't break Trying to solve my vices all day Would you please believe or nah? Would you please believe or nah? Would you please believe or nah? Would you know we've been hurt down before Uh, when the power's low Looking at the world like, where did we go? Uh, and we at Wanna kill a dead in the street for sure Uh, I'm at the preacher door Needs getting weak, cause my flow We gonna be alright PAUL Uh, we did it set up Uh, ha you forgot about Dre Uh, uh, do you know him definitely bring a new ad? Uh, KIndiest friendship 马尔K道这段 小莉先说 我觉得她这段就在我个人来看 就是我觉得是整个秀里边就最具有观赏性 然后最更艺术性一点的一个派 整体感更长 对对对对对 我是这么感觉 那也感觉就是明星是明星底的 对就感觉虽然配了 就感觉Fedicent和Snoop Snoop到Dotter Creek可能就更casual 更就自己在那自己嗨的那种 但是Kendry是更可能更编排进去了一些 我是个人感觉就更艺术性一点 他的歌词内容深度可能更像PAC 因为PAC Tupac就是他的歌词内容深度 就是因为各种太多了 对对对对 所以Kendry浪漫这一点 再加上他的编曲 合在一起那种天衣无缝的所谓的完美感 然后另外还有一点就是K-Dog这个现场演出里边 为什么他这些演员都是要统一的发型发色 甚至胡子都染了 然后着装看起来就是非常机械 完了就很统一 完了看起来很受拘束 其实他这里边就是要通过这些群演的着装 来为黑人发声 一开始的时候在G-Day的纸箱子里 为什么每个人在一纸箱子里面 就是类似是在影射 黑人最早包括说奴隶 完了之后手铐 脚铛 所以他没有办法有更自如的动作 每个人的动作都是一样的 所以你看包括被解救的江哥那个电影里边 对吧 那个 Jimmy Fox 演的那个 他们在走的时候 就是从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奴隶主 都是统一的动作 因为你手和脚就一起走 都得是那样 包括他这里边还有一个小的点是 他们跳的这个舞蹈 好多人可能对于大家来讲就更生气了 按咱们国家来解释的话就要像 古乐队 古号队 古乐队 古号队 我觉得这个像小丽你说的 他整个现场演出里边涵盖了好多东西 就是我藏在里边了 但是这里面是有很多的深远的意义 所以他每个细节每一个编排 都是有他自己的含义的那种 对 你看他穿蓝衣服就是 你看他那幕表情多丰富 特别兴奋 他跟MNM是有互动的 他跟MNM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到这儿 M name的这一段的点 实在是太多了 因为包括底下去年往上冲的时候 大家能看到 全部是帽衫盖在脑袋上 是看不见脸的 就是完全还原了 他演的那个八英里 那电影里边 他去battle的时候 很穷 从频频哭出来 对吧 一个开山拉链的帽衫 一个大戎裤 就那么往上冲 然后围着他 这battle比赛这感觉 另外一个彩蛋 就是好多人也发现了 说M name这鼓手都不简单 都是腕儿 他也是现在这两年 很非常火的歌手 他在这一场中场秀以后 把自己instagram 别的介绍也都改了 改成了叫做 超级丸 好像类似是叫做 Drummer of the Superstar 还是Drummer of the Stars 就是专门给超级明星打鼓的 他在跟Bruno Mars 那个smoking of the window 也是后边打鼓 他们拍点MV 他也是在后边打鼓 所以他也是自己 也不是自嘲吧 就是但是 玩了这么一梗 说我专门给超级大腕打鼓的那种感觉 他明显就是黑人根源文化 吃得很透的那种人 人家乐器都懂乐理 包括五线谱 包括整个灵魂脑袋的东西都不一样的 那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音乐人 但我说实话 对M name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 就是M nameM nameM name那种 用快嘴的那种 就不是我的type 哦哦哦我明白了 可能不是这个 哦明白了 就是flow的感觉 我可能更喜欢那种 稍微就是我最喜欢的是男女队长 就是情情爱爱那些 我喜欢听那种 就是他看着是特别ganster那种 但是他偶尔会出一两首情歌 是让我特别喜欢那种 像50 cent他看着特type 但是他也会出一些就是什么bestfriend那种 那种爱的歌 那种那种歌 是我那个就特别get我的点 那种 就是M name最后结束那动作 嗯 你这是贵的 丹西贵的 因为一开始这个动作的时候 我看之前就有人说了 有的人说官方是不允许这么做的 后来又有人辟谣了 说官方从来没有说不允许他 对对对 做这个致敬这个黑人的命 也重要的这个 来咱们把Dr.J和整个大联婚这段 最后一段看完 DONG 又C起来了 又C起来了 而且他是那种 不是刻意的 他这段没给特写 但是他C了好长一段 歌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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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独 AK能在这 Welcome 好 曲开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哇哦 冲屁 接近15分钟的春晚大秀 美国春晚大秀结束了 Jre弹Steel D.I.E.之前 他用钢琴一开始弹的那一小段solo 那其实是致敬了一首来自2PAD的歌 叫I am the Mad H 制作人是DPG Dez Dillinger 完了之后是来自2PAD的一首歌 其实它在里边涵盖了有两个这么细节东西 是没有发声的 但是可能听歌多的人 或者很愿意去挖这些的人 可能能发现这些点 然后另外一点 我说一个我看到的作为一个老邪迷 老Sneakerhead 就是Dr.J 竟然Dr.J一出来我就看见 我说他竟然这么多年 因为在我印象里 Dr.J只穿白色的低帮的Air Force One 但是这一次Dr.J第一是穿了一双黑色的 第二是一双中帮Air Force One 所以从广告上来讲 如果喜欢球鞋的 可能看到这个已经觉得很炸了 我还得问你一下 因为我估计你查的资料应该比我多 就比我看那个消息要多 超级版的票价是多少钱 我在网上看 他有的人说是1万美金左右 你这一点还真是一特别好的问题 完完全全把我问着了 我是真不知道 问弹幕这一点 我们希望见多识广的所谓的网友 看官们 对如果能知道的话 多给我们留言 就是你知道的各种票价 各种消息 对你知道最贵的是多少的 你像网上这一点我倒是看到了 Dr.J和Snoom都拍了一照片 就拿一只壳背 上面骂个笔写的 就上面写着 别管我要超级版的票 就是那意思我也没办法 我真没办法 对他们俩一人拍了一个都拿纸壳背写的 这个是我在网上看到确实有一些信息 就是Snoom和J都发了 有一天超级晚 在全明星赛也好 或者非常好看的比赛也好 搬到了中国 他邀请一大票 这种这么棒的演出嘉宾阵容来的话 1万元人民币一张票 我绝对会去看 而且就算如果贵的话 想折我也得去 对想办法我也去看 多贵的票你能接受 对因为就是像这种 多贵的票你能接受 半年工资可以吗 改一公都要高了 改一公都要高了 真的 小丽要你一业 我也是个普通人 你不能叫半年工资 半年赚的钱 那点票价太贵了 那点票价太贵了 凡尔赛了 凡尔赛了 感谢两位朋友来到一度公读